嗨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李漢老師 我有件事情想跟各位同學分享一下 上個禮拜三 我帶我老婆小孩去宜蘭 想去爬那個林美磐石步道 到停車場的時候 風和日麗 正適合爬山的好天氣 走著走著 還沒到路口喔 一半而已喔 雨就下下來 我老婆小孩就地多雨 我就趕快衝回車上拿雨衣 把雨衣拿回來之後 我幫小孩子穿上 我大兒子就在念說 爸爸下雨耶 我們還要往裡面走嗎 而且大家都回去了耶 大家都回去了耶 沒有人往裡面走啊 我就回說 這麼一點點的風雨阻擋得住我們嗎 走 繼續走 接著我們就繼續往裡面走 沿途 地真的很濕 然後又高高低低的 不是很好走 沒有 非常的舒服 腳會濕 鞋子會髒 褲子會濕 我大兒子也一直在抱怨 為什麼要往裡面走 怎麼樣可以不要往裡面走 我那時候還開玩笑跟他講說 好如果打雷我們就回去 他就說 那我要叫雷公打雷 我就說好啊 你叫雷公打雷 他沿途就一直講 雷公打雷雷公打雷 雷公沒打雷我們就一直往裡面走 走到終點的時候就是那個磐石瀑布 的地方 哇 那時候雨停了 磐石瀑布 超美的 為什麼 雨停了 陽光出來了 灑落在那個瀑布上面 有夠漂亮的 那時候我就跟我兒子講說 你看 我們是不是又往裡面走 那些回去的人都看不到了 是不是只有我們獨享這片風景 我直接想說 對 沒錯 我就說是吧 我們是不是很像把它包起來的感覺 所以下次遇到事情要這樣 不要因為一點點事情 然後就往回頭走 你走到終點 你會看到跟別人不一樣的風景 我把這件事情也拿來勉勵 我高三需要指考的學生 你往前走 鞋子會濕 褲子會髒 身體會不舒服 會累 你會想回去 但是你走到終點的時候 你會看到跟別人不一樣的風景 陽光會灑落在你的身上 勉勵一下我高三要指考的學生 OK 拜拜 拜拜 拜拜